会摆就是阿公还有阿嬷 然后爸爸去年留下来的一些 因为我十六七岁就出来赚钱养家 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 那个时候我很早熟 十五六岁我就知道我的喜好 我很喜欢唱歌 我很喜欢表演 所以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加入了表演社 然后吉他社 我比别人更努力的在表演 人家不喜欢的角色 我都会去抢 人家不喜欢的舞台 我都去抢人家胜的 我不会错过任何可以让我表演 让我唱歌的机会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喜好 这个是最重要的 无论吃多大的苦 现在流的汗水 都是让我们自己将来更强大 因为我出来养家都是因为家里就负债 他们都还好我很爱表演 然后我的父母虽然投资失利 但是他们自己本身 我有一个很懂事的父母 就是他知道女儿赚钱很辛苦 他们没什么物欲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赚钱 所以他们就会把我每一次的钱就存起来 我不是一个会钱滚钱的人 除去我都是就是从小我刚刚讲的都是父母 会把我的钱存起来 那我也没有时间花钱 然后造型啊唱片公司啊都会有预算 所以我也真的都没有花到钱 会摆就是阿公还有阿嬷 然后爸爸去年留下来的一些 就是摆在柴位这样 我是因为接触了女人我最大的这几年 有风水单元 所以我才知道说 对耶 我家以前好像也是这样摆那样摆 原来是有道理的 因为以前的家就是 方方正正的老公寓嘛 所以没有多大的什么杠啊什么的 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有这个单元 然后看了几个艺人的家才知道说 要面对什么 要冲什么 然后不可以大门出去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才懂 所以有关风水的这个事情 请follow女人我最大 不是叫你说 这个墙要卡掉你就会怎么样 这里呢要盖起来要补墙什么 没有 都是很容易很简单的 我虽然很多包包 但是我很少带包包 我的钱都在我的助理身上 我的拆生业就是我的助理 因为他们很会帮我管钱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说 这好丑哦 你可不可以不要买啊 然后我就想说是吗 那我觉得这个你可能用一次你就会腻了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买 就是有这些人在把关 但是善待你的钞票 你不要把它揪在一起什么 这样装啊然后这样装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钱不会跟着你 所以钱一定要很整齐的摆好 对他好 他才会在你身边留下来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分享的就是说 没有不劳而获的工作 也没有坐享其成的收获 如果你很羡慕别人的财力 请你对自己要更努力 好吗 加油